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继续聊天讲故事 今天呢,咱们继续聊这个藏传佛教的故事 自松藏干部以后啊 几十年过去了 这西藏又赢了一位有心呢 兴佛灭本的这么一位藏仆 这就是吐蕃的第37代藏仆 赤松德赞 他的出身虽然有争议 但是在咱们这部书里啊 咱们认定他是金城公主的儿子 就在他20岁 掌握赞朴实权以后 他决定了大兴佛教 于是呢,就请来了一位啊 这个天竺的高僧 叫做济护大师 上文书咱们也说了 因为种种原因 最后这济护大师啊 在西藏只传佛了四个月就走了 那这原因很多 按济护大师的说法啊 现在吐蕃这群人呢,没文化 他讲的佛法太高深了 这吐蕃人根本听不懂 其次呢,这济护大师一张嘴啊 就讲佛法 这佛法讲究众生平等 哎,这就激起了这些奴隶主贵族的不满了 那您想想这是惹定的 他们能乐意跟这群奴隶众生平等吗 还有一件事情啊 是最主要的 人家本教的贵族 以及这个僧团啊 人家看着呢 人家能放着你佛教自由的发展吗 也嘛这么寸 就在济护大师啊 传法这档空啊 拉萨呀 闹了灾了 先闹瘟疫是后闹水患 竟然呢 雷尸天火 击中了布达拉宫 那人家这本教的贵族肯定是不干了 将神问卜 这一问卜啊 哎,全部的罪过都指向了佛教 哎,他们说了 就是因为这济护大师登堂讲法 所以才招来了老天爷的不满 这些本教的贵族啊 经过商业以后 一致决定 您呐 这济护大师早点滚 永远的离开吐蕃 别回来了 那么说这济护大师他想走吗 他惹定是不想走 作为一个这个佛学的传播者 他来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了宏愿 一定啊 要把这个佛学的种子 拨遍整个吐蕃的每一个角落 这才四个月就不明不白的走了 传出去 他不好听啊 比起他不想离开啊 哎 心情更糟糕的 就是那位赞普了 赤松德赞 这赤松德赞呢 受他的母亲金城公主的影响啊 虽然自幼就信服 但是啊 从来没和这么一位大德高僧啊 面对面的交流过 这济护大师和这个赞普 见的第一面 就深深的打动了赤松德赞 让这位赞普下定决心 一定要跟着佛陀走下去 那这是为什么呢 哎 这为什么呢 要说这人呢 说话聊天啊 您得会 哎 巧了 这济护大师就是这么一个会聊天的人 这二位啊 第一次相见 那您想啊 这赞普我的惹定得客气客气 哎 这赤松德赞呢 就跟这济护大师说 哎 大师 初次见面 请多多关照 哎 这大师啊 听完这话之后啊 惊了 脸上啊 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 这大师说 当年的伙伴 现在做了国王赞普之后 您就不认识我了吗 这话一说出来啊 还就真把这位赞普赤松德赞呢 给说愣了 脑子里这架火车呀 都快开飞了 转起来了 也没想起来自己的儿时 有这么一位玩伴 这大师啊 见国王一打乐 立刻就把话茬接过来了 说哎 想当年呢 在嘉业佛讲法的时候 那这嘉业佛讲法是什么时候 不用打听您 是朗朗的够 很久很久以前 那说是几千年也行啊 说是几万年也行 总归呢 就是没有这么个时候 这大师接着就说了 看管寺庙的 有三位小沙迷 说白了吧 就是三个孩子 年纪太小了 还是抓土嚷烟的年纪呢 就在门口啊 用沙土堆佛塔玩 这三个孩子呀 就在佛塔前边立起了誓言 我就说呀 来生啊 我为班智达 你呢 一定要做国王 我们二人不会轻易的见面 就由他拔赛囊 作为使者牵线搭桥 我们三个再凑到一起 在此地弘扬佛法 怎么着我的好朋友 这事您忘了吗 这一句话 把这三个人呢 就无限拔高了 也就是说呀 这三个人的前世 那可都是佛前的侍者 不是凡人 咱们这儿啊 先留个扣子 这拔赛囊是谁呀 咱们先不说 这人很关键 但是现在呢 不能让他呀 出场打乱了这国王和大师聊天的节奏 这赞谱一听啊 立刻就乐了 那旧坡下驴谁不黑呀 于是赶紧点头说 没错没错 您看呢 我修行太浅 这事我记不清了 随后这二人的大笑相拥 殿堂之上一派活跃的气氛 本来呀 是很难打开局面的一次初次会面 一下子让那个大师弄成老朋友相会了 其实您觉着呀 这纪乎大师说这些话 您耳熟吗 在之后的这个藏传佛教的故事当中啊 最起码还出现过三回 后世的巴斯巴见忽必烈 三世达赖 索南加措见安达汗 还有五世达赖 见顺治皇帝 全是这套话 您看那么祖师爷是谁 祖师爷在这呢 原来是纪乎大师 有人说你瞧你 说的跟真事似的 就跟你看见了似的 哎我没看见 可是书上是这么写的 而且这部书我很可靠 那为什么说很可靠呢 咱们前面说了 这个藏族的很多 现在能当做史料的东西 其实都是后人脱尾 不说别的 就说西藏十二次镇魔图 虽然呢 这件事情发生在文称公主时代 但是记录这件事情 都是一千年以后的史书 那您想想那书看的吗 那不都是编出来的故事 可是啊 记述刚才咱们说的 这段历史的这部书不一样 这部书啊 叫拔鞋 您别乐 这拔鞋是什么意思 就是叫拔的这个人呢 记录的 那谁叫拔呢 刚才说了 就是这部书的作者 刚才咱们说的那个 牵线搭桥的使者 叫做拔赛囊 那么说这拔赛囊 怎么那么大本事呢 他又给这个佛爷 跟国王牵线搭桥 又写了这么一本 记录当时历史的书呢 却原来是这个拔赛囊 是这个赤宗德赞 最信任的一位大臣 他发现宏愿 一定要把这个佛教 引进吐蕃 并且呢 找一位高明的大师 推荐给赤宗德赞 那这是为什么呢 他受过这个佛的点化 说这个拔赛囊 他本身呢 就对佛教有感情 因为他是金城公主那代人 也就是说呀 他是赤德祖赞留下的旧臣 金城公主死了以后 第一次屈佛 就是啊 把这个大招寺小招寺的佛像 拉到郊区 伸埋的那次 这之后不久啊 这个拔赛囊啊 一对儿女夭折了 他就想起啊 当年金城公主身边的一位僧人 告诉他 这个人呢 是转世轮回的 那他就又去请教这位高僧 那说我的孩子去哪了呢 这高僧啊 都是没有回答他 反问了他一句 说那你是愿意 你的孩子死后转生为神 还是愿意你的孩子再转生成你的子女呢 这白赛囊说呀 我愿意他转生为神 这夫人不乐意 夫人想孩子呀 夫人就说呀 我愿意我的子女啊 还转生成我的子女 这老僧说呀 那既然这样 你们这么虔诚啊 这佛是听见了 那我告诉你们 既然你们如此虔诚 你们的男孩啊 夭折以后转生为神 女孩还会成为你们的子女 此处阔湖是子是女 说不定 为什么说不定呢 因为传过年来呀 拔赛囊他们家就真生了一个男孩 这个男孩啊 不用别人告诉 就能认识自己所有的亲亲 叫出自己爷爷奶奶的姓名 得了有这么一码的事啊 这一下子呀 这一家子算归一三宝了 所以呀 才有这个拔赛囊 如此的为佛教引进吐蕃而做贡献 他写的这部书呢 就叫做拔鞋 可是为什么有人说这部书叫伟鞋呢 因为呀 这个拔赛囊啊 他是伟氏家族的大臣 所以呢 也有人管这部书啊 叫伟鞋 那为什么还有人管这部书啊 叫辣鞋 家鞋和巴鞋呢 哎 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明白了 因为呀 以后您读文献的时候 看到这些个名字 实际上都是同一本书 您想啊 那个时代呀 这西藏是没有这个活字印刷的 所以这书啊 都是手抄 哎 就抄了三本 一本书啊 给僧团了 另外一本书呢 留在藏王这儿 还有一本书啊 就给了大臣 那这三个走向的版本 就分别叫做 喇鞋 家鞋 和巴鞋 这三个版本呢 流传在这三种人当中 这三种人靠什么传播呢 还是靠抄书 所以后人呢 每次抄书啊 都会加入个人的意愿 以及个人的看法 把自己有力的一些东西啊 往里生加硬套 所以说呢 您要想把这本书炒透了 那您就得啊 把各个版本都集全了 然后啊 细细的比较着读 那么说这事好办吗 不好办 因为很多版本呢 就根本没译成过汉文 那咋办呢 哎 您看有这么一类书 其中有一本啊 叫什么呢 叫拔写版本 及相关问题口述 人家学者呀 把这事替您干了 您买这类书 拿来读一读啊 您就弄明白了 最起码知道个大概意思吧 就是因为这本书啊 应该是耻松德战 同一时期的人著的书 所以说以后 在咱们的书里啊 还会不时的 引用其中的内容 得嘞 聊完了出处以后啊 咱们继续说书 那这忌乎大师啊 走了 临走之时啊 耻松德战也说了 这短暂的分别啊 不代表以后不会相聚 这忌乎大师心里 可就早打定主意了 我必须得回来 这口气呀 我一定得出 于是啊 他就给这个赤松德战呢 出了主意了 他说呀 要想能够战胜 这帮本教的僧众 那就必须的要请一个人 这人是谁 这人就是莲花生大师 此后啊 又过了很多年 这赤松德战呢 觉得局势稳定了 于是他又想起了 他那个上师的玩伴 也就是激乎大师 那么在这期间 他尝试过以别的途径 来引进佛教吗 您别说 他还真尝试了 他尝试过从大唐引进佛教 但是没成功 德既然没成功啊 咱们就再去请激乎 当然了 这次请激乎啊 还得烦劳 这拔赛囊跑一趟 这拔赛囊啊 倒是没费什么劲 因为这会儿激乎大师也没走远 他就在尼泊尔修行 所以这拔赛囊到了尼泊尔 就见到了激乎大师 激乎大师当然是愿意跟拔赛囊回西藏 可是啊 这拔赛囊没忘 上回激乎大师走的时候就说了 要想战胜本教这帮巫师啊 那必须得请这莲花生大师 他就跟这激乎大师说呀 说那个您上次不是说 咱们得请这莲花生大师吗 这激乎说对 你要是不把他请来 咱们这次进藏传法呀 孔也难成 对 那你呀 就去请吧 这拔赛囊一听为难 我请 我请谁呀 我请莲花生大师 人家认识我是谁呀 所以说呀 还请您呢 激乎大师 跟我一块儿去请这莲花生大师呗 这激乎听完之后 笑就说呀 不用 哎呀 我妹妹正在家呢 你让我妹妹呀 去叫她去 哎 她一准答应 听完这句话之后啊 我想这拔赛囊啊 这脑袋上肯定出了一六问号 那怎么着 您妹妹去叫就管用 哎 书中代言的 这激乎大师跟这莲花生大师 他有内亲 什么内亲呢 莲花生大师啊 是这激乎大师的妹夫 激乎大师所说的这位妹妹呀 就是莲花生大师的妻子 那还不好办吗 这大舅哥呀 一声召唤 莲花生大师决定 跟激乎大师一同进藏传法 这还没进到吐蕃呢 就麻烦事来了 怎么呢 这各路的山精水怪呀 那都是人家本教的保护神 所以呢 一同出来阻拦这支进藏传法的队伍 首先跳出来的就是吉隆沟的山神 这个山在哪啊 这个沟啊 就在尼泊尔到西藏的路上 当这支传法队伍来到吉隆沟的时候啊 雷声大作是暴雨倾盆 这人还别说爬山了 哎 连路都看不见 于是这莲花生大师啊 就从腰间取下金刚柱 打通了山岩 开出一条隧道 哎 这条路因此得名叫金刚柱路 再往前走啊 再往前走 可遇到的就是象熊山神扎拉扎没了 这山神那老厉害了 一念东咒语就驱动两座大山 把道可就挤没了 莲花生大师连忙从身上啊 挤起来法灵就暗在了山中 您看这灵灯虽小啊 神通广大 经得这山神呢 赶紧念东咒语 虔诚的让出了道路 并且跪在道边 以示屈服献出了自己的神与义 原来啊 这叫做三密神力 并且还乖乖的把自己的命根子交出来了 那您别乐啊 这命根子跟您想的那肯定不是一东西 哎 您可以理解为啊 就像咱们中原的山精水怪 乃至土仙都有的一种东西 叫做内丹 这东西一旦被别人掌握了 哎 这辈子您这不论是神还是怪 都得听这个人驱使了 换句话说呀 这象熊山神扎拉扎没呀 哎 就被这个莲花生大师啊 收服了 按照这个藏族史料记载 莲花生大师这一路走来 收服的山神那多了去了 包括呀 十二丹马 雅拉相波 念青唐拉 以及啊 二十一眷属 那这就完了吗 没有 除此之外呀 像什么这个 刚底斯山的二十八星要神 阿尼玛青山神 墨竹龙王 康蒂玛桑亚邦山神 以及啊 这个桑耶斯护法神 叫做白哈尔才 这您得区分清楚 区别于这个乃琼寺的护法神 白哈尔 这一路上啊 这大师收服的山神 水怪 龙王 以及各寺庙的护法神 那就不计其数了 哎 当然是本教寺院的护法神 最厉害的 就是收服了四大山神 念青唐拉 亚拉香波 阿尼玛青和刚底斯山 这算是血域四大山神 算是法律最大的了 这在这个血域高原呢 哎 他们被称为四大拉青 或者是四大念青 按说呢 这莲花生大师啊 这一路走 来这路线挺简单的 那无非就是从啊 尼泊尔来到后藏 从后藏栽到前藏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呀 这传说可不这样传 传说这莲花生大师 走遍了这藏区的大山大川呢 降服了所有的魔怪 那程序一般就是这样 莲花生大师冲在前边 以高深莫测的密宗佛法呀 扫清一切障碍 然后呢 济护大师再用佛法安抚 收服的这群山精水怪 说这么热闹 您可别以为我是瞎说 哎 您买一本啊 这个莲花遗教 这书呀好买 哪都有卖的 您一翻呢 那上面写的比我说的神乎多了 等到这一行人来到拉萨之后啊 那剩下的就是要跟本教的大法师斗法了 所以说明天早来 因为明天这书热闹 明天咱们说的就是斗法 还得呀细细的巴掷巴掷 这莲花生大师如此大的本事 传的如此之神 如此之邪 他到底有没有这么个人呢 真的有人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他修炼的到底是什么佛法秘书呢 咱们明天接着聊 对 对 有没有 熊 对 对 对 你